有没有想过 咸味的汽水是什么滋味 如果你不发奇想 往汽水里加点盐 在满足好奇心之前 口鲜会被吓一跳 芝麻还会教你 用一粒糖来玩汽水魔术 不过千万别嘴馋 要是你忍不住含过那颗糖 火力就会消失了 金黄的犹太花地尽头 藏着一汪蓝宝石般的泉水 月亮桥下 小鱼和白鹅做起了游戏 桥手的创作人用织机 把这幅美景凝固下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去探寻的锦绣鹅拳 大家好 欢迎来到芝麻开门 我是芝麻 今天我们的问题 每个人都可以想一想 看看你能不能回答 提问的是来自四川绵羊的肖玉生同学 他的问题是 我们人体总共有多少个细胞呢 问手指很容易回答 可细胞吗 其实不仅是人类 所有的生物都是由细胞组成 细胞是构成生物体最小的单位 细胞的数量因不同的生物而异 比如阿米巴原虫 草米虫 它们就是单细胞的原生物 一个细胞就是一个个体 而我们人体 那是由数量众多的细胞组成的 正确的数字 真的不清楚 但至少有60兆个 这60兆是多大的数字 咱们这么说 用一本250页左右的书籍来说 字数大概有18到20万字 假设 都是20万字来做基准 250页的书 60兆个字 就相当于 三亿本书 我的天哪 那得是多大一个图书馆 说完了人体的细胞 接下来 我们来了解一组 和我们皮肤有关的数字 一个人的皮肤平均重量是多少 2.5千克 一个人皮肤的平均表面积 1.5平方米 皮肤最薄的地方 是哪呢 只有0.5毫米 而相对应皮肤最厚的地方 叫个大约 5毫米 平均每晚我们皮肤脱落的重量 3克 怪不得早上比较轻 而一生当中脱落的皮肤总重量 有18千克 1平方厘米的皮肤当中 有100根汗线 12根皮脂线 4米神经纤维 150多根神经末梢 还有近一米长的血管 4米神经纤维 有没有想过 咸味的汽水是什么滋味 如果你呼发奇想 往汽水里加点甜 在满足好奇心之前 可能鲜会被吓一跳 芝麻还会教你 用一粒糖来玩汽水魔术 不过千万别嘴馋 要是你远不住含了那颗糖 人就会消失了 金黄的油彩花地尽头 藏着一汪蓝宝石般的泉水 月亮桥下 小鱼和白鹅做起了游戏 桥手的创作人 用织机把这幅美景凝固下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探行的锦绣额泉 芝麻实验室 今天我们做的实验 也许是学校里你看不到的事 为什么呢 首先 很多我知道同学们上课的时候 老师不会让你们喝这个什么呀 碳酸饮料 对吧 小朋友不建议喝很多的碳酸饮料 但是碳酸饮料 有很多的特点 先拧一下注意听会发生什么样的声音 好 看里面现在有很多的什么 好 我把它倒在杯子里 你们看一下 一叠气泡鼓起来 然后又下去了 都看到了同样的现象 对吗 如果慢慢的倒 没有那么多气泡 对吧 如果快快的倒 就会看到很多气泡 对吧 没错 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 碳酸饮料背后的配料表会发现 里面会有一种成分叫做碳酸水 什么是碳酸水呢 就是把二氧化碳压缩到水里 压缩到这种饮料当中 因为二氧化碳很难溶解在水里 所以如果一旦我们打开瓶子 把它放出来之后 二氧化碳会怎么样 它比水要清 对吧 就会迅速的往上跑 跑快一点 跑上来冲起来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很多很多的气泡了 现在我们先倒半杯 如果我往这半杯碳酸饮料里加入一点盐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呢 同意会冒泡的举手 你也觉得会冒泡是吧 同意会冒很多泡的 请举手 有人觉得不一定 好 马上我们来实验一下 看看究竟会冒多少泡 好 注意了啊 看到什么了 很多很多泡 如果我们再放一层眼会怎么样 看看 没有那么多泡泡了 是不是 因为二氧化碳本来就在里面 它和水结合在一起变成了碳酸 不稳定 被第一勺的盐占有它的空间 二氧化碳没地方待了 怎么办 赶快跑吧 所以刚才我们就看到了非常明显的现象 你看 这杯刚才没有加过盐的 我们再加一次 还会出现同样的现象 你看二氧化碳被盐占据了空间 它就会跑掉 这种由于物体挤占了气体的空间 产生了冒泡现象 咱们叫做泡酮现象 实际上不同的物质 在水里的溶解度都不一样 气体也如此 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都不同 如果改变了这些物质的条件 那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也会发生变化 为了证明这个道理 我们再来做一个好玩的实验 同样还会用到 碳酸饮料 咱们一人先发颗糖 先不能吃 现在每人手里有一颗糖 下面我们有请最小的这位同学 先把这颗糖含在嘴里 告诉我什么感觉 还有什么感觉 舌头上 有没有那种 很多东西在 冒小气泡的感觉 有吗 有点 有点 好 韩主别咽了 一会你这颗糖要做我们的实验道具 不许咽 知道吗 韩主 嘴汤 打开 我一声令下 你们俩把这两颗糖放到饮料当中 三 二 一 放 三 二 一 放 这杯子里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好 糖味道不错吧 能把它吐出来吗 我们拿这瓶再试一试 诶 把韩国的糖再放进去看看 怎么样 怎么样 没有了 我现在再把这颗糖放进去 诶 诶 但是没有刚才效果那么明显 是吧 但同样也是 怎么样 成功了 是吧 诶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汽水里出现气泡和空气中凝结水气的原理相似 是一种成合作用 需要凝结合 杯子上微小的裂缝或是凸起 或者是饮料中的杂质 都可以成为凝结合 也叫做起泡点 往汽水里加入薄荷糖 就相当于加入了大量的起泡点 糖表面看起来很光滑 但在显微镜下 就像是月球表面 密集地布满了凸起和小坑 大量的气泡 就在这凹凸不平的表面产生了 所以 除了薄荷糖 其他表面粗糙的物质也有可能让汽水喷发 仔细想一想 刚才那位小朋友把糖含在嘴里 含了一会之后 再放到碳酸饮料当中 就没有气体集中喷发的现象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所说的 那一个一个小坑洞 也不存在了 于是 这颗糖的作用 也就没有了 这回 咱们就用普通的水 往里面 放进去一个 很特别的小药片 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 我们俗称的 泡层片 放到清水里会怎么样 冒泡 冒泡 是吧 我们看看 是不是真的会冒泡呢 一家一家的 气体释放出来了 是吧 泡层片 加入水中之后 原来的固体 会产生很多的 一个一个的小气泡 小气泡 就是一个一个的 球体 是吧 增加了接触的面积 所以 泡层片 方便携带的同时 就更容易吸收了 对吧 它也更容易 溶解在水当中 所以 现在 金黄的油彩花地尽头 藏着一汪蓝宝石般的泉水 月亮桥下 小鱼和白鹅做起了游戏 桥手的创作人 用织机把这幅美景凝固下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探寻的锦绣鹅拳 这个就是我们的鹅拳了 姐姐 我听人家说这里有一种很聪明的小鱼 人一拍手它就会蹦出水面 是真的吗 对 这个是真的哦 小鱼呢就在我们的拳口里面 里面的鱼呢主要是鲤鱼跟青竹鱼 我们每年的农历三月三呢 都会有一种鲸鱼活动 这种鲸鱼活动呢就是 游戏里面一位得高望重的长者呢 就是到拳口里面 祈求念经 然后呢在游村里面的人呢 再撒上玉米还有范栗 然后其他的人呢就边敲锣 边打鼓边叫喊 这样子呢鱼就会跳起来了 那我们的鹅拳月里三层浪呢就是这样子而得名的 水下远远浮现出一区黑影 是很大的鱼 鸭子和鹅太顽皮 我们撒下去的食物几乎都被它们抢走了 不要紧的鸭子呢它只吃水面上的那一些 然后沉到底下呢就是鱼吃了 但是鱼吃了沉下去的食物会不会跳起来呢 如果它吃得很开心的话呢它就会跳起来哦 你们要抛多一点 好的我们再拍吧 好的我们再拍吧 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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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鱼跳了 跳起来了 大鱼 快跳起来了 大鱼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这些鱼真的是在回忆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的壮景就是我们壮族 那个人民支出来漂亮的壮节 这个的话就是凤王 这凤王的是我们壮族人民崇拜的图堂 然后这些是羽人 阿姨这羽人是什么意思 这羽人就是我们壮族古代的人们 他们打猎回来把那个羽毛插在头上 就打猎得多 装的羽毛是最多 到时候他们就是首领 这一幅图里面的红画呢都是描述我们那个壮族的一些 那个崇拜的图堂 这是鹿石鸟 这些的话就是鹿石鸟在田里面飞来飞去 这是我们地区特有的一种鸟 也是我们壮族崇拜的一种吉祥鸟 我知道了 一定是人们在看到那些鸟在田里飞了 然后就把静西的田地称为鸟田 对不对啊 对 阿姨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意思 这非物质的话它就是不是物质的 它是一种记忆 像这个壮族 平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 它就是这个我们壮族人民之壮族的那个记忆 手工的记忆 它不是物质的 它是一个技术 壮族原来古代的时候叫斑布 你们看我们那个壮族是用处很广的 你看像这个服装里面的花边 这些裙边还有那个帽子的图案 都是壮族制出来的 壮族的话它是反着织的 你看 当反着织之后再把那个壮族再逆过来 这才是壮族的正面 壮族的十二个图腾包括大象、鹅、狗、猴、虎、鸡、鹿、鹿丝鸟、马鹿、水牛、徒鹅 蛙还有羊 叔叔 刚才在壮族上我看见露丝了 可是我还没见过真的露丝呢 好 那我就给你们看一下真正的露丝长什么样子 两个露丝面对面跟壮族上去的一样 对 壮族是承载着我们壮族文化记忆的活化石 它的文样反映了壮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 对大自然的崇敬 除了能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 还凝聚着人们的美好向阳 不过当我真的坐在织鸡上 该干什么却根本没有头绪 就算有阿姨在旁边指点 也不敢轻易动手 还是去看看壮族织女们是怎么做的吧 壮族传统的小木鸡 就叫做竹龙鸡 是壮族没有教科书 全靠师傅当面传授 足足被被流传下来 蜂蜜的壮族姑娘 会把师傅传给她的一些基本原理 和自己生活中的感受结束起来 把她认为最美的事物 就彩界凝固在壮族上面 舞蹈般的动作 音乐般的声响 绘画般的色彩和图案 这就是壮族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的互动问题是 一个人皮肤的平均重量 如果知道答案的话 赶快告诉我 如果你也有奇怪的问题 也可以向我提问 登陆www.cctv.com 拨打声信电话 16895700 116996700 或者发邮件给芝麻开门2004mcna.com 成为芝麻开门的主角 分享科学探索的快乐 芝麻开门 等着你 wied说画的 请不吝点赞 准备 爱 写坚 请不吝点赞 监制 � 帅